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边咱们用命那行访过数据库 对吧 对 也用PPP买的命咱们访过数据库 是不是这样的 咱们说了 数据库不管是哪种数据库 它基本上都是CS结构的 对吧 MySQL是咱们PPP经常用到的一个数据库 那想象一下 如果咱们用CS能访过数据库 对数据库能操作了 对不对 数据库跟网站是有关系的 怎么跟网站能结合上呢 对不对 操作就得在程序里操作数据库 而不是在客户端去操作数据库 对吧 咱们来画图 咱们来理解一下 比如说 还记得前面咱们连接数据库是这样的 运行 对吧 首先第一件事 你得要服务器把数据库开开 对不对 数据库本身和PP是没关系的 两个独立的系统 PP是PP软件 数据库是数据库软件 对吧 先把数据库启动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 数据库启动起来 CMD打开名堂 咱们有Night Tail 咱们得看所有的端口 找一下 找一下这里边我们有一个端口 叫什么 3306看到了吗 看到了 MySiber启动的默认的端口是3306 对吧 我们看到端口在运行 说明MySiber启动现在已经起来了 对吧 起来了 这会儿我们再验证一下 起没起来怎么办 你看一下 当然在定义下边有很多方式验证 Windows还是有点麻烦的 对不对 我们打开进程 咱们看一下 这里边有没有MySiberD.es 已经执行了 说明服务器是开起来的 对不对 开起来的 我们就需要一个客户端去连接 通过3306端口对不对 对 我们再打开面条 你看 MySiber-H Localhost-U root-P指定密码 上一节咱们用P买的密 已经把密码是不是给修改了 是123456 好 这才连上了 这是作为客户端来保护数据库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来画一个结构图 看一张 看 这是数据库 当然数据库一般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并不是某一个库 是一套软件 数据管理系统 对不对 现在我们开启的是服务器端 刚才我们用命令行 假如说这是命令行 怎么能模拟你的更像命令行 命令行有个提示服务 是不是这种 然后咱们首先在命令行想操作的数据库 我们是不是通过了连接连接到这个数据库 对吧 连接到数据库 在客户端 我们发送的是什么内容来完成的 是不是Circle命令 对不对 大家如果对Circle命令不了解的话 还是去看一下买Circle 对 那个叫啥对不对 用Circle来操作数据库 这样的话 我们在客户端 哪怕这个服务器在妹子的机器上 我在这块也能使用对客户端 操作妹子机器上的什么 数据库 对吧 这是这样的 那跟PIRP成为什么关系 对吧 那用这个客户端操作 专业的人士会看对不对 对吧 那如果不懂技术的人 那也想看到漂亮的数据 对不对 那你告诉他 连接客户 装个客户端 然后连接上用命令访问 有几个会的 对吧 就算是咱们专业的人士去操作数据库 每次你自己编写语卷 对不对 对吧 和比如说网页上显示数据 一刷一边什么就看到了 对 对吧 那你想显示网页的数据 你自己先挤一条一卷 看到数据吗 也很忙 对不对 对吧 客户端就用程序去编 能控制 所以呢 我们在这块 用P2P程序 干嘛 作为买CQ的客户端 干嘛 在P2P程序里边 我们干嘛 我们去连接数据库 在P2P程序里边 连接完之后 我们像命令行一样 Sircure feature 去操作它 对吧 如果用这个命令行 你用的用户 比如说路的用户 密码123466 是国里边用户 对不对 你在P2P里边 如果也用数据库的 这个用户 两个用户相同 那两个操作的功能就相同 也就是 你在命令行能干的活 在这里边 你能写出语句干的活 对吧 这里边语句 在P2P里边都能执行 也就是这两个 都能干同样的活 对吧 能干同样的活 用程序去写好处在哪啊 好处在哪 对 用程序 我们可以把数据的结果 变成表格 或者变成列表 显示给店面对不对 那用户输入的一个字段 我们可以用程序接手 组合证语句 然后发给数据库 对不对 对 所以将用户操作变成数简化了 这就是我们程序 这样P2P和MySQL 本身两个软件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这里边 可以用P2P语言的 怎么这个功能 作为他的客户端来操作 对吧 这样的话 用户使用浏览器 对不对 访问服务器的 P2P 对吧 P2P通过程序访问数据库 对不对 有可能这个P2P和这个数据库 装在同一个机器里面 对不对 对 那部装的这个是个阿帕奇访问的 这就是本身数据库 对不对 那部装的同一个机器里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P2P在访问数据库的这个原理 对 听懂吧 接着 命的还是能做的 P2P都可以做 P2P是作为数据库的一个客户端而已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P2P怎么操作的 这是咱们自己和要说的 对不对 那咱们说了前面写的一符与诀 留着控制啊 什么还是数据 也做不了 对不对 那咱说了 一旦你做不了的时候 P2P本身就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功能了 要么是类 要么是函数 对不对 对 那他都有 那我们看一下哪呢 就需要我们打开手刺 P2P手刺 我们来找一下 好比如说我们找函数参考 找这里边 看一下 这么多数据库扩展 看到了吗 先不看数据库抽样层 看下边 与具体库数据库扩展相关的扩展 咱们打开之后 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么多扩展 对不对 那这么多扩展都是干嘛的 咱想象一下 数据库就买CQ一种吗 不是 比如说Oracle算不算数据库管理系统 算吧 买CQ算不算数据库管理系统 DB2算不算 Circle Server算不算 对不对 等等等等 这些都算是这个 咱们最主要的 学将来你工作十九了的话 你就会了解 最主要咱们要掌握几种数据库 比如说最大的最好那种就是Oracle 对不对 它更高一些 然后开源免费的像买CQ 对吧 卖HQ再有一个小型数据库 就手机里装的 对吧 手机里边现在那些应用 是不是也需要数据库 对不对 什么那叫什么Circleate 对吧 这样的数据库大中小 开源免费的都要了解几个才可以 那已知的数据库呢 有可能有什么 有几十种对不对 对 那常见的好用的数据库 P2P都可以连接 就是对点吧 所以呢 咱们这里边 手册里边给的是P2P 可以连接各种功能 比如说 看一下 这套库CircleLite 是干嘛的呢 是专门 CircleLite是小型数据库 对不对 是专门用P2P连接CircleLite 数据库用的 一套库的 对吧 然后咱们再看 这里边 啊 像 IBM DP2 这是连接DP2的扩展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咱们还说 Oracle OCI 这是连接Oracle的扩展 对吧 那咱说 现在咱们有连接哪个 连接是MyCircle数据库 P2P有90%连接的数据库是MyCircle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用的具构 这个是咱们要讲的MyCircle的扩展 对吧 对 那都说 我连接数据库 连接数据库 就学这一个MyCircle 连接别的怎么办呢 咱们说了 其他连接数据库的方式都是基于他的 也就是 这个写完了 连接MyCircle写完之后 连接别的数据库是参考他写的 对吧 比如说 这是连接MyCircle了 你看这里边方法 先稍稍了解一下 对不对 比如说 我再连接连接微软的 像CBase或者是Circle Server 比如说这里边能找一个 这里边你可以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微软这个 对不对 你看函数都是长的都很相似 对不对 只不过我现在点的微软的Circle Server 现在连的是微软的数据库 对不对 而我现在连这个是连接买Circle 这是微软的Circle Server 对不对 你看 长得都很像 所以你学一套行人库 你稍稍花一点时间就可以怎么 比如说第一套行人库 你花了4个小时 第二套行人库有可能你花40分钟 就可以搞定了 对不对 或者花几分钟看一眼就搞定了 所以都很相似 那这里边咱说了 有没有连接各种数据库 有没有像别的原因一样 就一套库 我就能把它解决 可以 那是咱们后边要讲的pdo 对抽象层 也就是在哪呢 在这呢 看到了吗 对吧 数据库抽象层pdo 这个是可以连接各种数据 这是最好的 那他说他之前讲这个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这还可以连接各种数据库 效率还高对不对 他安全 为什么还要讲一遍这里边的 买sico的扩展呢 为什么 为啥呢 对 因为以前都在用这个 现在新的项目都在用pdo 对吧 如果能只讲pdo的话 你还会改原来的老项目吗 对不对 就觉得这个扩展没学过了 对吧 所以实际上的话 老项目用的 你二次开发的时候也得用到 也得学 新的东西咱们也得学 知道吗 所以这里边 在咱们课程里边 会将两道汉塑铺 一个是mysecure 这个扩展 一个是pdo 抽象嘴 什么数据都可以连 其他的就不建议去看 对不对 有pdo都可以连 那你其他的一定各种数据库 干的 那干嘛 这就不用了 对吧 那这里边与数据库有关的计则 除了像二个mysecure sircle server sircle late 这样的关系数据库之外 咱们进行扩展 还有一些什么 像moco 对吧 等等干嘛的 专门去处理 no circle 也是数据库 非关系的 非sircle有阵的 建置对的那两个数据库 pp也都支持 就知道吧 那这些呢 是大家需要了解的 再给大家说一个 你需要了解东西 但是现在不用学的东西 什么呢 mysecure i 这里边 从这个具体数据库系统相互扩展 mysecure i 和mysecure都是处理 mysecure 对吧 那哪个最好呢 mysecure i最好 它可以按过程化上保温 你可以按面上非常好 对吧 它是pp5里边新出的一个产物 知道吧 i是改进的意思 也就是对这个过程化 它有改进 改进在哪 功能增加了 效率提高了 是不是就改进 那有的又问高老师说 那我们直接学mysecure i不就完了吗 干嘛要学这套过程呢 对吧 mysecure i这个东西 势必mysecure i好 刚出来不久 就出来pdo了 pdo比mysecure i还更好 所以呢 这块呢 就像昙花一现实 对不对 那很长一段时间 都使用mysecure回来 所以呢 咱们学这个 大量的用户在用的人 对不对 这个呢 刚出来有极少一般人用 对不对 虽然它好 但是用了用了pdo出来的 对吧 好多人就全跑去使用pdo了 所以这个呢 用的用户极少 对不对 但是呢 难不难学呢 如果你按照mysecure 这种过程化开发的话 函数很像很像的 就是多了一个i 比如说mysecure这里边都是mysecure什么什么 对不对 看mysecurei里边了 往下找这个函数 你看 都是mysecurei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前面 这是 当然这是以对象的形式 每个对象形式都可以有过程的方式 对不对 就比原来还是多个i 所以也很好学 不是什么难点 但是能真正用mysecurei不是过程的 那个方式用 它其实是有三个对象的 对不对 用的就把这个过程的那些函数 放到三个对象里去了 咱用的是那三个对象 嗯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介绍的内容 这节课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了解什么呢 了解 pnp和mysecure之间是什么关系 对不对 pnp都能处理什么样的数据库 对吧 用哪种方法最好 答案是用pdo最好 对吧 但是咱们过程的现在 已经做好的项目都用的最多 嗯 所以这套也得讲 记住了 在咱课上里边 讲两套连接数据库的方案 一个是使用mysecure 扩展 一个是pdo做扩展 嗯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见到这里 好 拜拜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